7月10日俗称香港高考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放榜 共有9男3女12名考生获得7颗五星星成为高考状元 其中有5男1女在数学延伸部分取得五星星的好成绩 晋升为超级状元,人数据理解之观 据了解,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是由香港考试及平和局于2012年开始举办的公开考试 考试范围包括四门核心科目及二至三门选修科 成绩分为五个等级,五级为最高级 据香港考试及平和局数据显示 今年共有来自437所日校的47005名考生报考文凭式 考生成绩符合入读本地大学最低要求的 共有19728人,占日校考生人数的42% 来自八岁女书院的蔡新平是今年唯一一位超级女庄园 目前已获得英国剑桥大学有条件录取 以修读经济学为目标 蔡新平说,考获超级女状元的头衔 让她感到惊喜和意外 蔡新平最喜欢的座右铭是 雪海无牙,唯情是爱 她表示,勤奋是取得好成绩的关键 但读书和休闲亦要保持平衡,要有定时的作戏时间 我的学习方针就是作息定时 还有给自己一个有系统的规划去找书 然后跟着那个计划就可以了 一天大概找十个小时书 我学习大概就是给自己一个时间表 有条理分清了每个礼拜要找些什么 可能找哪一课 跟着你自己的时间表 有系统的温书 还有做多些练习 操促自己答问题的技巧 来自黄仁书院的超级壮丽小易 也坦言收到这个成绩是意义之外 丽小易称,学习时最重要的是要对知识点理解透彻 学会融会贯通 她称,自己喜欢打游戏和听音乐 压力大使会通过这些方式排解 今年的12名状元来自全港9所学校 其中,关唐玛丽诺书院及圣马可中学 首次诞生文凭考试状元 来自关唐玛丽诺书院的杜卓贤 考获7科5星星 包括4个核心科 她称自己来自单亲基层家庭 从小在公屋长大 但不济的环境未能将她击倒 感谢妈妈对她的放任 让她有足够的自由空间 做喜欢做的事 杜卓贤一名利基层学生 要勇敢追梦 相信努力读书 是进入大学 实现梦想的入常券 在专业选择上 香港历年的文凭师状元 都偏爱医科 今年也不例外 据了解 6名超级状元中 有4人计划暴读医科 另外6名状元 亦全部有意向 修读医学相关专业 对此 立志成为医生的于小义坦言 社会上有不少人 对尖子生读医科有质疑 也有人认为他们是奔着高收入去的 但他认为这些都是附加因素 从医本身就是一件极具意义的事 社会上有很多人 对为什么这么多 可能尖子会读医会有些质疑 但其实大家都无法认 这个读医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我一直都是对自己有很高要求 我希望来到大学 可能出来做医生的时候 可能都是保持这一份的精神 主要其实我觉得 有一件事很重要 可能就是自己 对得住自己 自己做的事 要令自己开心 不要太过压抑自己 强迫自己做这些不想做的事 拔催女住院另一名文凭是状元施云芳 亦将目光瞄准了医科 施云芳的妈妈曾是一名医护人员 而如沐染下 也让施云芳 门生了救死扶伤的愿望 她称 医生是一个能够直接帮助到人的行业 希望日后能够从生理层面 或心理层面治疗病人 在病人最困难的时候 去支持和帮助他们 加上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